大冒险 在礼堂露营后的第三天,终于迎来了小豆豆大冒险的日子。 这一天,小豆豆和泰明有一个约定,这对爸爸妈妈以及泰明的家里人都是保密的。 那么,这个约定到底是什么呢? 那就是,请泰明上小豆豆的书。 说是小豆豆的书,其实是八学园校园里的书。 八学园的小学生们都在校园的这儿那儿定下了自己专用的书。 爬树的时候只爬着一棵。 小豆豆的那棵树在校园的一个角落,靠着篱笆,正对着通往九品佛的小路。 那棵树很粗,爬起来滑溜溜的。 小心地爬上去,在离地两米高的地方分成两个大叉。 分叉的地方就像吊床一样。 小豆豆在课间休息的时候,或者放学以后,经常坐在那里看看远处,眺望一会儿天空,或是看看路上的行人什么的。 因为大家都定下了每个人专用的书,如果有的孩子想爬别人的书,就要说一声,不好意思,我打扰了。 等人家同意才能爬别人的书,这就是小学生们自己的书的来历。 不过,泰明因为患过小儿麻痹症,从来没有爬过树,也就没有自己的树,所以,小豆豆决定今天请泰明爬他的树。 已经和泰明约好了,要对别人保密,是因为小豆豆认为,大家都会反对这件事的吧。 所以,小豆豆出门的时候,对妈妈说的是,我要去田园调步,是去泰明的家里。 因为是在说谎话,小豆豆尽量不看妈妈的脸,而是低头看着鞋带。 不过,对送自己到车站的洛基,小豆豆却是说了实话,我是请泰明爬我的树呢。 脖子上挂着的月票,啪哒啪哒地响着,小豆豆来到了学校。 这时候,泰明正站在花坛旁边,因为正值暑假,校园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。 泰明只比小豆豆大一岁,但他说话的神情,却显得比小豆豆大好多。 泰明一看到小豆豆,立刻拖着一条腿,张开双臂向小豆豆跑来。 小豆豆想到这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冒险,非常开心,看着泰明嘻嘻嘻嘻地笑了起来。 泰明也笑了,小豆豆先把泰明领到自己的树前,然后跑向校公叔叔的工具房,这是他昨晚就想好了的。 从工具房里,小豆豆拖来一个梯子,把梯子架在大树分岔的地方,然后自己嗖嗖地爬上去,在树上按住梯子,冲着下面喊道, 好了,你也上来吧。 但是泰明的手和脚都没有力气,一个人怎么也蹬不上梯子的第一级。 于是,小豆豆又飞快地转身下了梯子,从后面拖着泰明的臀部,使劲地把它往梯子上推。 可是,小豆豆毕竟太瘦小,从后面拖住泰明就很吃力了,哪还有力量再去按住要滑动的梯子。 泰明把脚从梯子上挪下来,默默地站在梯子前,低下了头。 小豆豆这才发现,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得多,怎么办呢? 但是,无论怎么做,一定要实现泰明的心愿,让他爬上自己的树。 小豆豆转到泰明的跟前,鼓起腮帮子,对背上起来的泰明做了一个鬼脸,快活地说, 等一下,啊,我有好办法了。 说着,小豆豆有跑向工具房,一边想着,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? 一边把各种工具都拖出来看一看,终于,他发现了梯凳。 这个梯子不会到处滑,即使不按住也没关系。 于是,小豆豆把梯凳拖到了大树跟前。 小豆豆从来没有发现,原来,自己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。 把梯凳支起来一看,差不多正好到大树分叉的地方。 接着,小豆豆说道,这样好吗?别害怕,这一次不会滑了。 听小豆豆的语气,仿佛他是泰明的姐姐似的。 泰明担心地看了看梯灯,又看了看满头大汗的小豆豆。 这个时候,泰明的身上也被汗水湿透了。 他抬起头来,看了看大树,然后,下定决心,抬腿向第一级迈去。 从第一步,到泰明登上梯灯的最高一级,总共用了多少时间,泰明和小豆豆都不清楚。 在夏日阳光里,两个人什么都不想,总之,只要泰明登上梯灯的最高一级就行了。 小豆豆跟在泰明的后面,用手抬泰明的脚,用头顶住泰明的屁股。 泰明也用尽了全力,一点一点的,终于爬到了梯灯的顶部。 万岁! 但是,下一步却艰难地让人绝望。 小豆豆跳上大树的分岔处,但是,不管他怎么用力拉,也没办法把梯灯上的泰明拉到大树上。 泰明抓住梯灯,看着小豆豆。 这时,小豆豆几乎要哭出来,不应该是这样的,我想请泰明到我的树上来,想让他看到好多东西。 但小豆豆没有哭,因为他想,如果自己一哭,泰明一定也会哭的。 小豆豆拉过泰明的手,由于患过小儿麻痹症,泰明的手指是弯曲的。 比起小豆豆的手来,泰明的手指修长,手也比小豆豆的大得多。 小豆豆握了一会儿泰明的手,说,你就像睡觉那样躺下来,我来拉拉看。 这时候,如果有大人看到趴在梯灯上的泰明,还有站在分岔的大树上邋遢的小豆豆,大人一定会尖叫起来,因为两个孩子看上去都摇摇欲坠。 但泰明已经非常信任小豆豆,而小豆豆在此刻,也拼命努力着。 他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了泰明的手,用尽全身的力量,把泰明往树上拖。 鸡羽云不时替他们遮住夏日强烈的阳光。 终于,两个人面对面地站到大树上了。 小豆豆一边用手理着汉淋淋乱糟糟的头发,一边鞠躬说,欢迎光临。 泰明已在大树上,有些羞涩地笑着,答道,打扰了。 对泰明来说,这是第一次在树上看风景,他高兴地说,我知道了,原来爬树是这样。 两个人在树上待了好久,说了许多话,泰明热切地说,我听在美国的姐姐说, 美国有一种叫做电视机的东西,如果日本也有这东西,在家里就能看到国际馆里的箱铺比赛了。 据说,就像一个盒子那样。 泰明要出一趟门,是非常吃力的,如果在家里就能够看到各种东西,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。 不过,小豆豆还理解不到这一层,他想,从盒子里就能看到箱铺,是怎么回事呢? 箱铺历史门那么大,怎么能来到我家里,还站到盒子里去呢? 想了半天,总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,那时候,还没有人知道电视机是什么东西。 第一个告诉小豆豆电视机这种东西的人,就是泰明。 周围传来阵阵地缠鸣,两个人都感到惬意极了,而对泰明来说,这是他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把输。 中文字幕志愿